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要延续管乐家族哦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我们要来介绍的是 铜管家族,铜管乐器 好,那铜管乐器呢,在介绍之前啊 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 其实铜管乐器呢,它原则上啊 它的吹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 那吹嘴呢,直接呢,放在你的嘴唇上面呢 那当你吹气的时候呢 你就是靠它的整个泛音会跑出不同的声音出来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吹嘴的照片 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照片 它上面呢,就有不同的吹嘴 那呢,其实我们就会把吹嘴放入我们的铜管乐器 那吹气的时候靠着嘴唇的振动 靠着气跟整个吹嘴 那它会吹出来不同的气呢 它会有不同的泛音 那虽然呢,我们铜管乐器的按键很少 但是因为泛音的差别啊,就可以跑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出来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铜管乐器 首先呢,第一个出场的铜管乐器啊 它叫做小号 或者是呢,小喇叭 但是我们比较常称它叫小号 那它的原文呢,叫做trumpet t-r-u-m-p-e-t trumpet 好,那你看看哦,小号啊 它的吹嘴,跟我们刚刚看的吹嘴一样,对不对 然后啊,它只有三个按键哦 非常非常的厉害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靠演奏者啊 它的那个泛音 它的泛音虽然只有三个按键 可是它可以跑出不同的音高的位置哦 好,这个是小号 好,接下来呢,第二个出场的这个乐器啊 就叫做长号 对,因为它长得比较长 或者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叫做伸缩号 为什么它叫做伸缩号呢 因为啊,它在演奏的时候啊 它是用这个地方 它是用这个地方 然后呢,会前后的来推 前后的来推 所以它有时候会很长,有时候会很短 所以啊,它才会有伸缩号的这个名字出现哦 好,那一样你看一下 它的吹嘴呢,长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呢,我们会把它叫做slade slade 好,那这个呢,来补充一下 这个就叫做piston piston 按键 那这个slade,它就是可以滑咒来使用的 那我们的长号啊 它的原文叫做什么呢 叫做trombone trombone 好,这个啊,是我们第二个铜管乐器哦 接下来出场的这个第三个铜管乐器啊 它非常非常的厉害哦 它其实单负责啊,是整个低音的 低音声部的 所以它叫做低音号 或者是啊,会有人把它叫做大号 但是啊,我们就知道它叫做低音号 那它原文呢,它的原文叫做tuba tuba 好,它的吹嘴你有看到在哪里吗 是的,它的吹嘴啊,长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乐器啊,真的非常的重 而且你看它的管子啊,绕了这么多这么多 所以你就知道要吹咒低音号的人啊 它一定要中气十足 它才能够把这个声音吹出来 才能够把这个乐器吹好哦 好,最后一个出场的铜管乐器啊 就是这个 叫做法国号 法国号 刚刚啊,我们在木管乐器的时候 也会有介绍到它 因为它是木管五重奏当中 唯一出现的铜管乐器 那法国号呢 它的原文啊,就叫做french home french home 好,法国号在演奏的时候啊 很特别哦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在演奏的时候啊 原则上你只会看到 法国号演奏者的一只手 另外它的右手啊 会塞进去在这个里面哦 因为啊,它的右手塞进去呢 当它紧握拳头 跟把它整个手掌撑开 盖住整个口的时候呢 音色是不太一样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低音号的吹嘴 跟法国号的吹嘴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铜管乐器啊 它们的吹嘴都长得非常的像哦 那关于铜管啊 通常啊,我们一般啊 会听到的铜管乐器的音乐啊 大概的它的组合啊 编字啊,就是铜管五重奏 铜管五重奏 好,那你还记得吗 我们刚刚有介绍到小号 然后呢,我们有介绍到长号 然后呢,我们有介绍到法国号 然后呢,我们还有介绍低音的部分的低音号 好,可是啊,你有没有发现 它只有四个乐器而已耶 但是啊,它是五重奏哦 怎么办呢 没有错,就要逻辑来推啊 你就知道,因为小号它会担任旋律 主旋律的部分 所以它会有两支 可以演奏分布的旋律 那长号呢,一支 法国号一支 低音号一支 所以啊,还是组成了一个五重奏哦 这个啊,就是铜管五重奏 最后啊,我们再来把管乐家族 做一个总复习吧 管乐家族呢 它可以分成木管家族跟铜管家族 那木管家族呢,你记得吗 对,它有分成无黄片跟有黄片 好,那下面这些老师把原文写上去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所以这两个啊,是属于无黄的乐器 那接下来呢,Oboe是双黄管 English Home是英国管 这两个啊,是双黄乐器 Clarinet是单黄管 它是单黄乐器哦 Basson呢,低音管 那它也是属于双黄乐器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木管家族啊 它的结束啊,都在管这个字 鼻音管,单黄管,双黄管 好,那你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呢 你说长笛啊,第一个它也不是结束在管 第二个是长笛它明明整支都是金属制的 为什么它会放在木管乐器呢? 这是因为啊,长笛当初最早被制造的时候 其实它是用木材制造的 那只是因为案件增加呢 它一直不断的改良这个乐器 才变成是现在我们看到的金属制的哦 不过啊,我们还是习惯会把长笛啊 编在木管家族里面 好,接下来呢,铜管家族呢 第一个我们看到trompet是小号 没有错,小号 那trombo呢,长号 那french号呢,法国号 没有错 那tuba呢,低音号 好,所以啊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铜管家族啊 它的结束呢 都会在号这个字 对不对 所以啊,从名字上面 你就可以做一个稍微的区隔 那关于木管五重奏 铜管五重奏呢 你还记得吗 木管五重奏啊 用的当然就是长笛 双黄管 当黄管 低音管 然后它加了一个比较特别的 法国号在里面哦 那铜管五重奏呢 就是这四个乐器 只是小号要当两只哦 好,那管乐家族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咯